這隻Mouse已經可以用來做翻譯 還要都認得很準 今年我不會去日本玩 對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這隻滑鼠 除了可以將你的語音翻譯為文字 亦都可以將它翻譯為不同的語言 在影片開始之前提醒大家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點讚 分享給你的朋友 以及去訂閱我的頻道 大家好 今天就跟大家開箱這隻Hi AI Mouse 它是一隻很特別的滑鼠 因為它可以將你說的東西直接譯為文字 或者譯為其他語言的文字 都可以 它亦是一隻2.4GHz的無線滑鼠 它有一個接收器 插進去就可以用 看看盒子 旁邊寫著Voice 後面 有它的型號 首先有2.4GHz的無線接收器 有效範圍是10米 支援28種的語言 另外收音的距離是1米 12dpi 這些是一般的東西 打開盒子後 看到這裡有個QR Code 有個網址 繼續拖上裡面的東西出來 看看 先看看 首先有產品保固卡 保養證 接著看到有隻滑鼠 滑鼠是很輕身的 看到樣子都很漂亮 旁邊有些握手位 讓你不會滑手 旁邊有兩隻按鈕 上面有一個Google搜尋的按鈕 另外有一個咪的按鈕 上面有一般滑鼠用的滑鼠 滑鼠也可以按鈕 另一邊就沒有特別的東西 這個說明書可以看看 我直接去下載軟件 試一試這個按鈕 現在嘗試拖出USB接收器 拆進我的電腦 它正在偵測按鈕 在這個時候當然要下載 應用程式 我已經預先去下載了 有一個網站 照去Hitravelling.com 找到這個網站 按下去就可以下載 下載完之後就可以安裝 Windows 10 就會把你下載下來的東西 不讓你那麼容易執行 按下其他資訊 然後仍要執行 繼續安裝的程序 可以選擇語言 我用繁體中文 一直按下一步 好快已經完成了安裝了 現在首先看一看它的APP 按一下這個位置 按一下 就開啟軟件設定 裡面可以選擇顯示出來的語言 我繼續用繁體中文 另外搜尋引擎可以選擇 百度 Google Yahoo 都可以 按下搜尋按鈕 立即搜尋 你也可以自訂一些命令 譬如我這裡 已經訂了三條命令 我開啟Photoshop 它就真的跟我開Photoshop 打開影片網站 我給它一個網址 是YouTube 它就會開啟YouTube 這些全部在上面這個位置 指令 接著是打開資料夾 打開文件 打開網站 選擇完之後再在下面打開 如果是網站 就打開網址 如果是打開資料夾 就按瀏覽 就會看到資料夾 如此類推 接著按一按創建 就落了我的表 我現在試用一下 只需要按下面這個按鍵 放大鏡 其實是瀏覽器的搜尋按鍵 就是網址 開啟Photoshop 就看到開了Photoshop 打開我的文件夾 會開到我的資料夾 打開影片網站 它就自己開了YouTube 另外也可以直接用Google搜尋 看看你設定了哪個瀏覽器 我就試一下 手機評測網站 它就會去Google 直接找手機評測網站 那幾個文字 今天天氣狀況 會找到天氣 接著 語音設定 這裏一開始就要教 因為預設是普通話 台灣的 所以你只想說廣東話 是翻譯不到的 於是就要選擇其他語言 我們先選擇粵語 跟著你自己的需要 選擇 它可以翻譯到不同文字 上面就有個直接說話的按鍵 講完就會跟你自己打字 旁邊這裏 有兩個按鍵 一個是Enter按鍵 另一個就是翻譯按鍵 剛才在設定那裏 就說了 要由廣東話 粵語 翻譯做英文 我們待會試一下 首先試了打字按鍵 我用回我平時拍片 介紹的內容 看看能否認得完 我開始了 大家好 看到大家好是可以的 接著按Enter 就用Mouse 再試用翻譯 大家好 OK 打到Hello Everyone 接著再Enter 試試打其他 今天就和大家介紹這隻 藍牙智能滑鼠 我試一下重複講一模一樣的東西再翻譯 今天我就和大家介紹這隻 這隻藍牙智能滑鼠 它基本上都翻譯到一些東西出來 當然是否最正確的內容呢 那就有得雙確 這隻藍牙智能滑鼠 但是Grammar上 可以好一點的 它的主要用途 就是可以把你的聲音翻譯成不同的語言 它的主要用途是把你的聲音翻譯成不同的語言 叫做翻譯了一些東西 還有不用了 韓語 韓語 不知行不行 儘管試一下 那我就嘗試打低它 我要去韓國旅行 要買泡菜 打了幾句韓文在這裏 但是 是不是打適合東西呢 我們不如驗證一下 先找回Google翻譯 把這兩句文章翻譯成英文或者中文 什麼都好 那我就把 那些字 複製回去 第一句 變回中文 這句文章 這句文章真的我要去韓國旅行 Google翻譯給我 那這一句呢 看看 買泡菜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給個like 另外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再去訂閱我的頻道 這就不會錯過之後精彩的影片 品牌